2011的約束 你看你看 今天是2021年的最後一天 也是Channy第一次跨年喔 Channy 2021年要結束了耶 要迎接2022年囉 在我們家附近啊 碧潭這邊剛好有展角落生物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傍晚的時候去看一看 對帶Channy去看一下角落生物 聽說小朋友都超喜歡的 欸我怎麼又一奶了 但是他其實還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跨年的氣氛好嗎 現在外面是不是很冷 對啊我怕會很冷所以 今天特別拉出這一條超級厚的 可是今天穿這個會不會有點誇張 我先試試看穿不穿得下 Channy我們來穿 他感覺會埋沒在這一件衣服裡面 這好像是什麼太空衣 太空人嗎 我覺得不行耶 他完全埋沒進去 這好像太大了 這是 恩典吧 我快笑死了 但是這樣子也嗎 但是這樣 他的表情 Channy Channy怎麼了 你說你跟我們嗎 他傻眼啊 傻眼 Channy來 你看 他也是不錯啊 對不對 他看起來超傻眼的 不行啦 你看 這件真的太大了 太大了 這件太大了 對不起 好 那你幫他穿這件 這件是比較厚的 外衣 你看連這個都對他的手太大了 你看 不是是你綁錯了 是喔 內綁外綁內 喔喔喔喔喔喔 好我知道 戴冒帽囉 Channy 這一頂有一點點太大 一點點啊 欸 喔好可愛喔 走我們出發囉 有疑似聽到不妙的聲音 什麼聲音 那邊了 好吧 都已經準備好了 說 先出發 強勢回歸 GOGO 現在有了Channy之後呢 我們也不會去什麼地方跨年 但是還是想說在2021年最後一天 還有個儀式感 所以我們就到附近走走 帶Channy出去感受一下跨年的氣氛 耶 我們來到碧潭囉 這邊其實也蠻熱鬧的耶 對啊 沒有想到這邊也那麼熱鬧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新店捷運站了 那這邊呢 旁邊有一些老街 後面就是碧潭 碧潭橋 還有現在最熱門的就是 角落山墓 還沒有看過 這邊一次掉橋喔 夭夭胖胖的 嗯 你記得我們有在這裡吃飯過嗎 有啊 我們某一週年慶是在這裡 你記得是哪一週年嗎 應該是兩年吧 我們好像先去 動物園嗎還是怎麼樣 我完全不記得 不是那一次 不是那一次 你看 哇 好熱鬧喔 很熱鬧 是不是其實滿有聖誕氛圍的 這裡很多吃的 其實這裡應該是要 來喝個啤酒有沒有 要不要啊 可以喝一杯啊 千里結果你給我睡那麼少 根本沒在理什麼角落生物的 千里角落生物耶 角落生物耶 你要看一下嗎 這個是很紅的喔 它完全不想要理你 懶得理你 什麼角落生物聽都沒聽過 現在在碧潭這邊啊 就是有展出角落生物的特展 包括說這個 湖水中間有角落生物的造景 還有這邊的一些商店啊 市集都有一些角落生物相關的周邊活動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來看看喔 千里感覺 這麼冷進來睡著著啊 我真的很喜歡 可是我的懷裡很溫 真的 你看她戴這個襪子也是很可愛 嗯 妳今天全身都很可愛 小帽子 我記得我幫她搭配黃色鞋耶 妳有發現嗎 千里 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這是妳的第一個新年喔 3 2 1 今天回家吃飯 這是跨年夜飯 今天點的是玉麵糖 這家也是蠻好吃的 它也是算是那種 和菜類型的 那我們就點了超級多的 全家一起吃 這是木須炒麵 非常好吃 這一家我們很常吃 玉麵糖的牛筋牛腩堡也很好吃 對不對 然後還有油燜筍 因為我們超愛筍子 它這個筍子很好吃 你什麼時候變成這麼有儀式感的一個人呢 我覺得還是要給孩子有一個 該有的東西啊 妳不覺得嗎 妳說跨年嗎 跨年啊 每個孩子都值得跨年吧 來 我們的提卡米蘇 耶 跨年囉 Jenny 耶 耶 耶 進2021年 還是要進2022年啊 兩個都進 進2021年結束 進2022年 開始 今年不能出門跨年 我們就在家看電影 然後等一下去我們家頂樓 可以看到小小的衣裏 Jenny我們要跨年了 我們要去跨年囉 她好像很不願意耶 Jenny我們去跨年好不好 結果 妳覺得她等一下 會不會哭 妳說跨年的當下喔 對 不會 對 四四 四三 八 七 六 五 四 妳看後面已經有人了 J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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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y在哪裡 那一根就是 那一根 有有有有 妳看到了 Jenny的煙火 妳看 我們還有現場的音效 彷彿在現場 她很傻眼 她一臉傻眼 妳看不到 她說我看不到那麼遠啊 這是什麼 是煙火 是煙火耶 妳還是崩潰了 對啊 但她放煙火的當下沒有哭 她跨到2022年的時候 是笑的 也沒有笑的就是傻眼 好吧 用傻眼 展開新成功 那一年 Jenny 看煙火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所以呢 我來看看她 要不要乾脆就直接睡覺 有沒有辦法真的睡著 但是她也有可能一放下就行了 我想要把這個拿起來 但這裡 更好 也不守待 我要把這個探索 但現在停止liamo 好 在餐牌 鵝匙 在餐牌 這裡 成功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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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本來都好好的 新年快樂 Junny 终于睡着了 她后来中间又起来 又在为她喝奶 然后换碗尿布 现在回去睡觉 所以现在时间也已经 2点50分了 我们的2022年就这样子 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不是 半三个小时了 那在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也要感谢 NordVPN赞助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看过我们之前的影片 应该对于NordVPN不陌生 我们已经跟他们合作很多次了 VPN服务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上网的时候啊 我们跟对口的网站之间呢 他作为一个中间的保护人 所以对方的网站就没有办法 直接获取我们这边的资讯 我们的IP位置 所以这样子在上网的时候呢 可以多获得一层保障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自媒体工作者啊 就会非常需要透过VPN 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资料安全 那我们也会很建议大家 在上网的时候 可以使用VPN 来保护自己的账号密码 另外呢 VPN还有一个很棒的好处 就是像是很多的串流平台啊 会限制观看的地区 或者是很多的购物网站 会限制某些优惠 只有在特定地区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透过VPN 连线到其他的地区 来观看那个地区的影片 或是使用那个地区的优惠 对像是有些平台 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售价 其实你透过VPN把自己挂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或许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钱喔 市面上有很多的VPN公司 有一些是免费的 有一些是付费的 那我们会很推荐大家可以去选择 规模比较大 信誉也比较好的公司 比较能够保障自己的资料安全 那像NORI VPN呢 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 有5000多个伺服器 而且一个账号呢 可以同时登入6个装置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CP值非常高的选择 那我们这一次也会把我们专属的舌号码 放在底下的说明栏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先去免费试用一个月 如果用了不喜欢不习惯 也不用担心在一个月内退费呢 都是全额退款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说我们更多精彩影片喔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